我一直都以为就是这个冬天不会变冷 因为今年太晚开始都没有任何冷感 没有不是 不是吗 因为我一直很烦说 为什么今年都没有台风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们那个要装修房子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外面搭了一个那种棚子 用来堆我们就是要暂时放在外面的一些东西 就是打包的那些遗物跟家具 盖了一个临时仓库的感觉 来装那个棚子的时候 师傅都跟我们说 这个棚子平常放着都没有关系 稍微有一点风雨还可以 但是如果是台风的话 他就一定要来把那个棚子拆掉 因为那个棚子没有办法陈述台风 就会被捶走 超级麻烦 超级麻烦 可是台风都是说来就来 我们那时候就有点紧张说 台风会来怎么办 但是就如同我刚刚说的 我们那时候太急了 来不及去思考说 如果遇到台风怎么办 先把房子清空 台风来再说 再说我们就先用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就是 天空给我们疼熟 所以今年都没有台风 为什么要讲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让气候造成我们的困扰 你自己看 虽然有下雨 但是都没有风 只有做法 对对 就是 你讲话 同理 为什么一直没有变冷 为什么一直没有变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冬天衣服都打包了 如果冷了 冷到我们怎么办 我没有衣服可以穿 很可怜 所以天空给我们疼熟 这个冬天天气一直都很稳定 我觉得它后来发现不行了 再这样下去就是 全球气候大乱 它有暗示你一下 到12月都还不变冷 整个万物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生长 问题很大条 对啊 所以它有稍微提醒我们 温度每次都稍微降一点点 看到我们都没有去买衣服 没有反应 那赶快拉回来 这个礼拜都是晚上比较冷 白天还是很热 对对 所以晚上你在被子里面的时候 提醒你一下说 温度稍微调一点点 提醒你一下 给你一个晒 我就接收到这个晒 给你一个晒 好 è 无 钮 是 无 这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